6号 盛州市公安局认定 郑大姐和杨喜华救火行为为建议勇为 同时呢 正在给他们申报建议勇为三等功 盛州市也正在为两人申请盛州好人的荣誉称号 郑大姐说呀 我去救火完全是凭自己的良心 而杨喜华也说呢 见到火灾不可能不帮忙 朴实无华却又感动人心 真想对他们说一声 谢谢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遇到这种紧急情况 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像他们这样挺身而出 要不然怎么说是英雄呢 对吧 但是做人要厚道 这个是最基本的 可是有人啊 就是不厚道 最近呢 重庆的一位业主 罗女士 在刷手机视频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自己家的新房 被一个中介发视频出售 罗女士马上调取了家里的监控以后发现呢 中介人员竟然私自翻墙进入了她的新房 没得点神手还不得心呢 这个房子是海上新城里的一个洋房 她是一个地牢 一楼要下面两层 我们进行了保经处理 在警察的带领下 我们就来到他们中公司 和他们中经理进行了协调处理 她的态度并没有短正 也没有跟我们道歉的意思 反而是告诉我们 在道歉的前提下是 我们必须先给她写啥子条件说 保证不着她任何麻烦 她才会跟我们道歉 不然她都不道歉 然后我们觉得这种态度不短正 我们就没接受就走了 后面经理找到我们 跟我们讲她已经开除了 6月8号晚上看到了一位中间发布了视频道歉 但我感觉她视频道歉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找到了公司 她被开除了 她愿意接受任何出发 她在这条视频里面有明确提显了我家庭具体的组织 我觉得这是侵犯了我的音声 我是不能接受的